大家好,欢迎观看三生三世枕上书 凤九见小燕壮士被东华揍得有点惨 正想开口替小燕壮士求个情 嘴刚张开,就被人从后面捂住嘴 而她也被捆仙锁绑了个结结实实 她只来得及发出一个声音,就昏了过去 绑她的是两个人,昏迷前扫了一眼 看打扮像是魔族 这本就是魔族的地盘 有魔族出现凤九并不觉得意外 经过这一番折腾 她在昏过去的同时又便回成了狐狸 醒来时就被放在这张虎皮上 看到一个身穿黑色貂皮大长 怀里抱着一个火炉的人 稳坐在大殿上方的玉座上 这样的打扮原本没什么 现在本就是深秋时节 一个人若是很怕冷自然会如此打扮 但问题是在他们所在这个大殿里 摆了不下二十个火炉 且每个火炉都烧得十分的旺盛 硬生生地将这深秋给烤成了盛夏 凤九都已经热得出了汗 再看那人的打扮就觉得更热了 凤九心想 他就不怕热死吗 这个人不怕热或者说很怕冷的人 自称是玄之魔君聂初吟 凤九虽然不了解这位名叫聂初吟的魔君 但整个魔族的人都知道 聂初吟平常没什么不良的嗜好 唯一所爱的就是收集个油光水滑的皮毛 就连他的一众妻妾都是圆毛的 不是扁毛的 可见他的品位有多么的专一 其实在小燕壮士带着凤九到浮宇山时 刚好聂初吟手下的两名魔使也在那里 凤九没看到这两位魔使 这两魔使却一眼看到了烟尺物怀里抱着的凤九 如此惹眼的一只红狐狸 怎么可能不引起他们的注意 他们原本正打算离开 在看到小燕壮士与凤九后就躲了起来 当他们看到凤九变成人后 那虽还未长开但也是绝代的面容 尤其是他身后还拖着九条漂亮的大尾巴 在晃着尾巴时的可爱模样 即使是不喜欢圆毛的 恐怕都会被吸住 更不要说是他们 两名魔使当即就胆大包天地做出了决定 无论如何都要把凤九搞到手 想着如果将这么一个女子献给主上 主上一定会非常喜欢 定会重赏他们 可是有小燕壮士在 他们不敢轻易露面 只得躲在一旁等待时机 待到东华到来后 喝烟尺物打了起来 凤九的注意力全都在东华和小燕壮士身上 这是一个好机会 两个人悄悄接近 一个人用捆线索绑凤九 一个去负责捂凤九的嘴 将凤九偷走 既然得手时 却一不小心让凤九发出了一声尖叫 吓得他们赶紧给凤九施了一个法 带着躲到了山沟里 又顺着山沟偷偷溜出了浮与山的地界 不出两个魔使所料 当他们把这只长着九条尾巴的红狐狸 放到聂初银面前时 聂初银的眼睛立时就亮了 然而 比起这两个胆大包天的手下 聂初银作为魔君 这点见识还是有的 一看到凤九的九条尾巴 就知道他是青秋的人 青秋不好惹 光上神就有八个 且都是一等一的厉害 最近更是准备和天族联姻 根本不是他一个玄之魔族 就能惹得起的 魔族现在一分为妻 各个魔君之间并不和睦 一旦出事 其他魔君只会看他的笑话 何况这里面还牵扯到了一个烟尺物 不知道这只小狐狸和烟尺物 究竟是什么关系 听闻最近烟尺物和旭 仰走得很近 烟尺物看上了续阳的妹子姬衡 一直在追求 这两人一旦联手就有做大知识 他必须要早做对策 这个时候如果能和青秋攀上关系是最好 只是小狐狸这身皮毛实在是太过漂亮 又让他很是不舍 在凤九昏迷的时候 聂初尹已经在心里将所有的利害得失 都盘算了一遍 他想既然来都已经来了 短时间内把他留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听两个魔使的叙述 小狐狸身上似乎有伤 否则也不会一昏迷就现出原身来 更不会连个尾巴都收不回去 留下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现在就看如何才能将这利益最大化 绝不能只是赏完几天皮毛就算了 想到这里 聂初尹克制住想要一把将凤九抱在怀里的冲动 将凤九的法术解开 他先做了个自我介绍 这才问到姑娘是青秋九尾狐独的人 凤九觉得既然聂初尹知道她的来历 这也是藏不住的 不如挑明了 我是青秋白凤九 白纸帝君的女儿 原来是青秋的小殿下 聂某的手下无礼 冲撞了殿下 还请殿下见谅 聂某已经狠狠地责骂过他们 听他们说 殿下和燕池物似乎相识 聂初尹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和小燕也只是今天刚认识 凤九说 听到他们是今天刚认识 聂初尹的心放了下来 至少现在燕池物还没有和青秋攀上关系 他又上下打量了一下凤九说 殿下无法化成人身 似乎是身上有伤所致 莫非是聂某的手下 凤九急忙说 不是 这是之前受的 请问我现在能走了吗 听到凤九身上果然有伤 这让聂初尹由衷地笑了 他努力让自己的孝险的亲切 殿下既然有伤 不妨就在这里安心静养 等伤好之后 聂某一定送殿下离开 凤九想了想 这聂初尹如果不让他走 他一时间也没什么办法 他现在没什么法力 只能抱着急来之责安之的想法先筑下 再慢慢地想要怎么办 想那聂初尹一时半刻 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于是点了点头 见凤九同意 聂初尹笑得更加的由衷 姑娘有伤 行动肯定不变 不如由聂某带姑娘去花园透透空气 见识见识我这宫中的景色 说着未等凤九说话 聂初尹就迫不及待地将怀中的火炉丢掉 将凤九抱在了怀里 那柔顺皮毛所带来的触感 让他爱不释手 他心想 这位凤九殿下的伤一时半刻是不会好 在给他治伤时 也可以慢慢拖着 这样就可以多留些时日 等到时候就对青秋说 小弟击受了伤 被他的部下误打误撞地带了回来 他便留凤九殿下在他这里养伤 搞不好还能卖青秋一个人情 如果青秋计较那两名魔使的无礼 那就交给他们出气好了 听说这位小殿下还未婚配 这要是处得时间久了 和这位小殿下处处感情来 那个时候就等于他有了青秋和天祖两大助力 不仅他的魔君地位会更加地牢固 甚至一统魔族 成为魔尊也都不再是梦 轻轻抚着那柔顺至极的皮毛 聂初吟开始幻想美好的明天 接下来聂初演什么也没干 就抱着凤九在四处转 直到晚饭后 这才恋恋不舍地把凤九放下 其实聂初吟还想继续增进一下感情 他觉得凤九现在是狐狸 而不论是青秋还是魔族都不太看重这些礼法 但被凤九直接用尾巴抽了出去 他以为他是谁呀 让他抱着就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凤九来到聂初音为他安排的房中 便回人生 趴在床上叹了一口气 觉得这一次出来实在是走了被子 先是在天宫遇到知鹤那档子时 后来又受了伤被小燕绑来南荒 紧接着就又被绑架到这里 好了 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